剛才我們收到兩疊的文件 是說是給我們的 尤其是一個禁制令的傳訊文件 我不知道現在我還未知道 他到底單方面申請禁制令 他的申請是會何時去聆訊 但我收到這整疊的法律文件 就是兩疊都是 這裏是比較法律性的 右邊的就是他們的證供 他主要有一個禁制令的草耳本 要求我們不可以進入長江集團的範圍 但到底這個禁制令何時出呢 我們都是未知道 因為我們沒有接到任何的法庭的通知 法庭已經發了這個禁制令 但我們收到這個所謂的傳訊文件 對我們來說 我們覺得我們全部碼頭的工人 來到這裏是和平地去表達我們的意見 大家過去看到我們整個禮拜在這裏 其實沒有出過任何的不愉快事件 其實一直都是用一個和平表達的方式 是希望HIT拿出誠意出來 和我們工會那方面談判 但是換來的是HIT不斷的以本商人 現在到就是用申請禁制令的方法 希望清這裏的牆 我們覺得他又用另一個打壓的手段 去打壓我們工會和工人的表達自由 我想問HIT想問李澤巨想問李嘉誠 是不是在香港我們連這個表達的空間 都是沒有的 我們很多時候說我們香港 是有表達的自由言論的自由 為什麼我們在長江的門口 就沒有言論自由 沒有表達的自由呢 是不是長江惡勢 我們完全在這裏和平地進行我們的所有活動 為什麼我們現在都要收到禁制令 是不是想打壓我們明天的集會呢 大家都知道我們明天 是有一個迫爆中環圍長江的全港市民 支持工人 支持碼頭工人罷工的行動 那明天會在這裏進行 那現在去出禁制令 其實就是想把這個地方 都不給全香港市民來 去表達他們對我們工人的支持 那我們覺得是非常之遺憾和憤怒 是我們連丁鐵兒的表達的自由 都被李宅巨李嘉誠剝奪的 那當然我們工會那方面會商量對策 還有我們現在也是在查究 到底這個禁制令是不是已經在法庭那裏發出了 還是還未發出現在是在申請中 我們都會留意到底法庭的判決是怎樣 裁決是怎樣 但是我要強調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你HIT李嘉誠你責他太過份了 我們在碼頭裏面他又出了禁制令 來到這裏他又出禁制令 他是不是想禁制全香港我們都不能去呢 他是不是想隻手遮天到這樣的地步 連這一步我們都不能去表達呢 那就是我們現在當然是無懼任何的打壓 我們明晚也是繼續呼籲香港市民來到集會 是繼續去支持我們碼頭工人的抗爭的 gemaakt有 crucial精華 一定要強調整這裏 我們一定要強調整這裏 那就是我們去做生意的 Quand有一個綁衛的抗爭 你 從來這裡